游泳池的清洁跟水缸的一样 清洁完了要验收清楚才可以放水进去 入火之前也要再用清水去洗 确保水质清澈卫生 那天台地面清洁工程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做优质呢 天台铺砖地面是不可以用清洁具去洗的 否则就会永久损害防水隔热砖 要用浊水和铲清除砖面的水泥沙浆 用清水去洗污渍 好 现在呢我们说一说包装清洁工程 你知道包装清洁工程是什么吗 包装清洁工程呢通常是指 为新落成楼宇在入火之前进行的彻底清洁服务 要将建筑后剩余的水泥渍 灰渍 油漆渍和尘埃彻底清除 要做到全屋干干净净 小业主收楼之后不用再清洁就可以入住 这就算是优质的包装清洁工程了 说的对啊 一般工地呢都会在发入火纸之前做一次全面的一般清洁 到工程完结以后 交楼之前才做包装清洁 包装清洁的水准要求那么高 要做到整个单位都美观 可以算是大业主对小业主的顾客服务 是customer service的一部分 别说 这次该我考你了 做包装清洁第一样是要做什么 所谓工艺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当然是准备所有的工具了 包括刀片 水桶 毛巾 鸡毛胆子 油漆刷 吸尘机 铝梯 伸缩杆 水瓜 摆结布 钻石砖 还有个人安全护理的设备呢 安全帽 口罩 安全鞋 胶手套 鞋套 这些都不能少啊 工具你都说清楚了 不过工序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必要的程序 清洁管工会先进屋 检查要清洁的单位里面 有没有疏忽了的地方 有的话呢 就用贴纸做记号通知有关管工 等修好了这些地方 才开始做包装清洁 整个工序开始会先将大件的垃圾 扫在一起放进垃圾袋 然后再用吸尘机清理 另一部分工人就会清理厕所厨房 其他的就清理厅房的窗子 玻璃 电质 门 小五金 地脚线 地台等等 清洁的工序呢 一样有归有据 先洗屋窗外面 再到里面 由上到下 由室内扫到门外 这样就肯定不会弄脏清洁了的地方了 做包装清洁之前呢 先要找个单位做收货样板房 定下收获标准 才全面的动工 开工之前呢 也有很多事情是要注意的 首先呢 别忘了装好光亮的灯泡 才可以开工 废乎乎的就检查不到什么问题了 说的对啊 选美都是站在舞台的灯光下面 那才能看得多漂亮吗 既然工友辛辛苦苦 才把房子做得漂漂亮亮的 大家都要很爱惜 要穿上鞋套 就不怕刮花或者是弄脏地板和其他的建筑物料了 嗯 放置清洁用具的地方都要加电 别弄湿弄脏了周围的地方 攀上攀下都要注意啊 如果不是用有胶垫的理梯 就要用毛巾包好踢脚 千万不要踩到其他的建筑物料上面啊 这也是应该的 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嘛 手够不着的地方 要用伸缩杆支离的辅助工具 别随便乱爬 如果要在窗台位置做清洁 就必须要先用干净的纸板 保护好窗台板 清洁窗子也有注意的地方 铝窗窗框 要用洗铝水洗 确保窗框内外 和窗子活动的部位 没有残余的水泥渍和污渍 抹玻璃先要准备好工具 比如水瓜干湿布等等 然后用清水和玻璃水 小心一点抹